同学们好 这节课 范老师将和大家进行新的章节 第七章 第一节 南方地区的自然特征与农业的学习 第七章主要包括四节的内容 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是从 总体特征上进行描述 第二节 第三节和第四节呢 是选取了南方地区的典型区域 分别进行介绍 总体而言 第七章是一个总分式的结构 提到南方地区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会有自己的认识 有的同学就生活在南方地区 有的同学去过南方地区 有的同学有看过南方地区的相关视频和照片 老师找了两张南方地区的典型景观图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从第一幅图上我们看到了郁郁冲冲的植被 对不对 我们还看到了红色的土地 对吧 嗯 在第二张图上呢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高大茂密的树木 对不对 都说独木难成林 但是啊 我们从这张图上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一棵大树几乎要成林了 对吧 这些景观啊 都和南方地区自身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还有它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有关系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南方地区 都说认识一个区域 首先要认识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那接下来请同学们读图说出南方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南方地区位于秦岭淮河以南 青藏高原以东 东陵黄海 东海 南陵南海 对吧 南方地区有海岸线 对吧 那它可以发展海洋运输 非常好啊 它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嗯 那我们再看到图上紫色线条所在的区域 这个是国界线 对不对 嗯 南方地区 是不是也有陆上邻国 对吧 嗯 那说明 南方地区还可以开展陆上的边境贸易 对吧 嗯 这些是不是说明 它的海陆位置存在着优越性吧 嗯 那我们看看它的纬度范围啊 有两条 尾线 北纬20度和北纬30度 分别从南部和北部穿过南方地区 还有一条重要的尾线啊 北纬23.5度 也就是北回归线 从中部偏南的区域穿过南方地区 那 老师想请同学们思考 南方地区主要位于高中低纬度中的哪个纬度范围呢 嗯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知道啊 主要位于低纬度这个范围 对吧 嗯 以北纬30度为界啊 低纬度 还有一部分在中纬度啊 非常好啊 那它主要位于五代中的什么代呢 嗯 同学们应该目光聚焦到北回归线上面了 对不对 大部分应该是在北温带啊 有一小部分在热带 嗯 好 那 老师还想追问大家一个问题 北回归线 自西向东 穿过了几个省区 他们的简称都是什么呢 嗯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能说出答案来啊 穿过了四个省区 简称分别是云或者颠 跪 月 还有台 对吧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小的活动啊 让大家便一便南方地区 第一个 广东人说我是南方人 同学们同学们同意这个观点吗 嗯 马上有同学说了啊 老师 我找到广东了 他是啊 嗯 非常好啊 那江苏人说我是南方人 嗯 有同学开始要考虑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江苏 江苏 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在 北方地区 有一部分是在南方地区 对吧 嗯 那河北人说我是南方人 嗯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在摇头啊 他应该 主要位于北方地区 对吧 还有一部分在西北地区啊 那湖北人说我是南方人 嗯 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同意啊 我们来看一看啊 湖北的绝大部分都在南方地区啊 好 嗯 老师相信通过这个活动啊 南方地区包括的主要省级行政区 同学们大概都有印象了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首先我们认识它的地形 请同学们读图完成下面的任务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同学们是不是都是火眼睛睛啊 第一个南方地区的主要地形区有 长江中下游平原 东南丘陵 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 从四复景观图上啊 同学们应该也发现了四个不同的地形 类型地表的景观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对吧 在认识完了主要的地形区之后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描述出南方地区的地形特征 首先地形类型复杂多样 对吧 而且区域内部差异大 平原 盆地 高原和丘陵交错分布 地势起伏大 说到这里 老师想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描述一个区域的地形 我们首先描述它的地形类型 对吧 和它们的分布 然后描述它的地势特征啊 那接下来请同学们 从海拔范围大小 完整性等方面 比较四大地形区的地理特征 好 首先请同学们看到四川盆地啊 它的在盆地底部的平均海拔应该是200到500米 对吧 周边的山地啊 海拔相对高一些 大约是在1000到2000米之间 嗯 四川盆地的整体范围啊 大约是26万平方千米 接下来我们看到云贵高原 它是四个区中海拔最高的 海拔在1000到2000米之间 最典型的地貌是 喀斯特地貌 地表崎岖不平 嗯 长江中下游平原呢 它的海拔是四个区里最低的啊 大家能看到啊 0到200米啊 绿色的色块比较多 它主要呈带状或者是片状分布 而且合乎密布 对吧 它的面积大约是20万平方千米啊 也是四个区里面积最小的 最后一个东南丘陵 它的海拔可能从0到500米啊 甚至还有500到1000米的低山区 对吧 它散布的范围最大约60万平方千米啊 由低山丘陵和小盆地组成 地表相对比较破碎啊 通过刚才的分析 同学们是不是也发现了 南方地区的四大地形区 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对吧 嗯 这个就是说区域内部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啊 我们回到第五章的内容 四大地理区域是综合的宏观的一级区画 区域和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 而区域内部呢 依然它也存在着差异 对吧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看一看气候啊 南方地区的气候类型 以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啊 其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面积比较大 而热带季风气候呢 主要位于北回归县以南的区域面积相对比较小啊 那我们再从干湿区域面积相对比较小啊 那我们再从干湿区画上来看一看 南方地区主要是湿润区 对吧 那温度带呢 是不是以亚热带和热带为主啊 那请大家从干湿冷热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南方地区的气候特征 同学们会想到什么呢 嗯 老师相信大家都想到了湿热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再从数据的角度啊 来看一看南方地区的气候 请同学们读图完成练习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通过月平均气温与这个20摄氏度这条辅度线的对比啊 老师相信第一小题同学们都能找到答案 对吧 那老师想问一下大家了 第一道题做完以后 同学们发现了什么问题 嗯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说出啊 它的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的月份相对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尤其是海口啊 有9个月 它的月平均气温都在20摄氏度以上啊 第二个就是冬季的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对吧 嗯 第三个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月份 我们也发现是不是特别的多对不对 像广州它一共有9个月 对吧 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两个结论呢 一个是热量充足 一个是降水充沛 对吧 所以啊 我们说它湿热 因为热量充足 所以啊 它下肠冬短 工作时间长 那老师想问一下大家了 这个湿热的气候 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能说出来 首先我们说到湿 湿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因为巨海比较近 对不对 对吧 那热呢 什么原因啊 第一个我们前面认识纬度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提到了 它的纬度相对较低啊 对吧 老师相信啊 巨海的远近和纬度位置 这两个因素啊 同学们都能说出来 其实啊 还有一个因素啊 是地形地势的因素 因为西高冬低的地势 利于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的深入 对不对 嗯 表扬这三个原因都找到的同学们啊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从地形影响的角度解释下列现象 好 我们一起看一看啊 四川盆地 它北部分布着高大的山脉 比如秦岭 大巴山脉 对不对 所以它对来自北方的冬季风 还有寒潮 是不是有着阻挡和减弱的作用啊 对吧 而长江中下游平原呢 它的北部啊 没有高大的山脉 所以啊 冬季风和寒潮能够长驱南下 我们来看一看寒潮的分布图 是不是四川盆地不太受到影响啊 对吧 长江中下游平原啊 受到寒潮的影响 那我们再看到第二题 西双版纳这儿啊 有山脉 可能有同学说了 老师 广州的北部有南岭啊 但是啊 同学们从图上读一下 它们的海拔 南岭啊 相对比较低矮一些 它的海拔是500到1000米 对吧 所以啊 对冬季来自北方的寒潮 削弱作用比较小啊 所以广州地区 它也受到寒潮的影响 这个是不是说明了 地形会影响寒潮的分布 对吧 嗯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南方地区的河流 主要的河流有 长江 自西向东 注入东海 还有珠江 大致也是自西向东 注入南海 对吧 整体而言 南方地区河往密布 河流里的水量也比较大 它们的这些特点啊 是不是受到气候和地形的影响 对不对 因为地势西高东低 所以河流 所以河流 至西向东流 对吧 因为降水量比较大 所以河里的水量也比较大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植被 南方地区植被茂密 一年四季 长绿 而且郁郁葱葱 长势特别喜人 生物多样性也特别的好啊 所以像青川粒粒 汉阳树 芳草七七 鹦鹉周的景观 在南方地区是特别常见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土壤 南方地区因为湿热的气候环境 所以它发育了红色的土壤 所以南方地区又被称为红土壤 这个说明了气候影响了土壤 同时在四川盆地 它的土壤是紫色的 所以四川盆地又叫紫盆地 好 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南方地区的自然特征 我们首先认识了它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然后学习了它的自然地理环境 同时呢 从地形的角度 我们深入认识到南方地区存在着内部差异 对吧 同时呢 我们还发现这五大自然地理环境的要素 以及它们与地理位置和范围之间 是不是存在着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对吧 嗯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区域分析的方法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请同学们完成课后练习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走进地理课堂 这节课我们将继续进行南方地区的自然特征与农业 第二课时的学习 首先给同学们看一组图片 老师相信啊 图片里的吃的或者喝的这些 是不是咱们同学或多或少啊 都吃过或者喝过 对吧 嗯 老师想告诉大家 这些食材啊 以及饮品啊 都是南方地区的 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说南方地区食材丰富 农作物的总内比较多 对不对 嗯 非常好啊 嗯 那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啊 一起来看一看 请同学们根据老师所给的材料 分析南方地区发展农业的有利和不利的 自然条件 好 时间到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给大家演示有利和不利的自然条件之前呢 老师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从图上或者表里或者文字里我们应该获取自然条件的哪些方面的信息 比如说第一幅图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取地形和河流这两个自然地理要素它们的特征对吧 从下面这幅图我们应该可以获取自然灾害对吧 尤其是气象灾害它的一些特点吧 从这幅图上大家是不是可以关注到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而言它的优势对吧 同时呢 它本身是不是还有不利条件啊 大家看到年降水量的极大值和极小值是不是差别特别的大对吧 还有最后的两幅土壤图以及文字 是不是大家发现一个是贫瘠的一个是肥沃的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一个小的整理啊 南方地区发展农业的有力的自然条件 首先第一个季风气候与热同期 第二个水热充足 老师希望大家能考虑到这样两个方面 上节课我们提到了 南方地区它的气候最典型的特征是湿和热对吧 嗯 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而言 第一个优势叫与热同期 意味着雨和热这两个要素的配合比较好对不对 那第二个条件 水热充足 是不是代表水分和热量条件都足够对吧 足够满足当地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啊 所以呢 老师希望同学们以后啊 从这样两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水和热是否充足 第二个他们二者的配合程度怎么样啊 来分析 第二个 从地形地势的角度啊 南方地区是有平原的 它的平原所在的区域 是不是地势低平利于农业生产 对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 河湖密布 对吧 所以水源充足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不利条件 首先第一个是气象灾害 我们从武汉的年降水量的变化 可以得出季风气候不太稳定 对吧 所以呢 容易产生汗烙灾害 嗯 那从图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在夏秋季节 东南沿海地区会受到台风灾害的影响 对吧 在冬半年呢 有一些区域会受到寒潮和低温冻害的影响 嗯 那还有什么不利的条件呢 是不是还有山地和丘陵 对吧 它相对平原而言是不便于耕作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尤其是在东南丘陵啊 它的土壤相对比较贫瘠 土壤的肥力相对比较低啊 这是不太适合耕作的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老师想问一下大家 有利条件的第一项 这个热量条件比较充足 我们再深入研究一下 它对农业生产而言 它影响呢 农业生产的哪个方面呢 嗯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想到了 它影响的是农作物的熟制 对吧 嗯 那在南方地区啊 我们能看到 它一般种植洗热的作物 比如说水稻 甘蔗和油菜 一年两熟至三熟 嗯 这个热量条件是不是特别的好 对吧 嗯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气温作为气候的一个要素 影响呢 农作物的熟制 对吧 也就是说气候影响呢 人们的生产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 非常的好啊 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把目光聚焦在地形上 我们能看到平原地区 地势低平便于耕作 对吧 那山地和丘陵呢 不便耕作 但是山地和丘陵在事实上 它也有种植业的发展啊 老师给大家看到两幅图片 请同学们 读图思考 为什么南方地区的耕地 会有不同的形态呢 嗯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同学们啊 应该很快能对应上 这个湖北平原的稻田 是不是因为它在平原地区便于农业耕作 对吧 但是在丘陵和山区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梯田 对吧 这个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那平原的稻田和梯田相比啊 他们形态的差异 他们形态的差异主要受到哪个因素的影响啊 嗯 是地形这个因素 对吧 地形影响了农业 那地形属于自然环境 对吧 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会影响人文环境 对吧 嗯 那反过来呢 是不是因为人类活动啊 对不利的自然条件进行改造 最后变成适宜人类发展的一些条件 对不对 所以啊 人文环境反过来也会影响自然环境啊 这个也说明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下一个因素啊 大家看到土壤 红色的土壤啊 它的肥力较低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南方地区 它不同的区域 有不同的土壤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同学们都知道啊 在四川盆地 发育的是紫色土啊 相对比较肥沃 在东南丘陵呢 主要是红壤 对不对 红壤相对是比较贫瘠的 它的肥力比较差 但是啊 大家看到长江中下游平原 它的土壤啊 相对而言是比较肥沃的 而且产量比较高 这个呀 主要是因为水稻土啊 是农民通过改造以后 得到的比较肥沃的土壤啊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是不是人类活动 能对土壤进行改良 对吧 也就是说 人类活动能够改变自然环境 对吧 嗯 还有呢 就是红壤主要分布在东南丘陵 它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啊 不管是气候啊 还是这个土壤都特别适合 所以大家能看到啊 在东南丘陵啊 会有非常多的茶园 而且啊 东南丘陵的茶都特别有名 比如说西湖的龙井啊 这个是不是又一次体现了 农业的生产要因地置疑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的南方地区 它具体的农业分布 请同学们读图思考 南方地区的主要农业部门 南方地区的主要耕地类型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读图的顺序 老师还想强调一下 先读图名 然后读图例 最后读图上的内容 对吧 同学们啊 能够发现是不是 以水稻为主的种植业 在整个南方地区 它分布的面积相对都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说南方地区主要的农业部门 应该是种植业 对吧 除了种植业以外 大家从图上还能获取到 其他农业部门的信息吗 嗯 老师相信啊 有些同学也想到了啊 他说老师 我看到有一些路种啊 比如说七树 毛竹 橡胶 张树等等啊 那说明南方地区 还有林业 非常好啊 还有啊 就是大家在上学期 学过河流 对吧 在长江流域 是不是淡水 渔业比较发达呀 对吧 同时大家看到海岸线 是不是还有海洋渔业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南方地区的农业部门 除了种植业以外 应该还有林业 渔业等等 对吧 嗯 那第二个问题啊 主要的耕地类型 同学们如果能获取到 以水稻为主啊 这个信息 同时从图上能得到 以水稻为主的 这个种植业 占的面积特别的大的话 老师相信啊 结合上节课 我们学到的 南方地区的气候特征 同学们很快能知道 它的耕地类型是水田 非常的好啊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帮助南方地区 选择合适的粮食作物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选出来了啊 都说老师 我们都选水稻啊 刚才其实图上已经给了 对不对 在这里呢 老师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让同学们再一次理解 我们在选择合适的农作物的时候 都看什么 看农作物的生长习性 对吧 那农作物的生长习性 都与哪些方面有关系呢 大家来看到啊 耗暖洗湿 耐寒耐汗 这些是不是和气候条件有关系 对吧 第二个 大家看到水分条件 对吧 那这个是不是和河流有关系 对吧 嗯 第三个 大家看到地势要平坦 这个是不是和地形有关系 对吧 嗯 所以啊 大家要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选择合适的农作物 所以啊 南方地区 它的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水稻 正是因为如此啊 南方地区的人们特别洗食大米 不仅是大米啊 他们当地米制的食材也特别的多 比如说米线 还是那句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 那在南方地区 我们就能看见 到花香里说风年 听取蛙声一片 这样的景观啊 我们考虑农作物品种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是气候条件 对吧 所以说啊 气候条件影响了农业生产啊 也就是说 自然地理环境 它影响了人文地理环境啊 嗯 老师希望同学们 除了能回答这个问题以外 还可以啊 收获像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 相互关系的这些思路和方法啊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大家帮南方地区选择的水稻 它的产量如何 首先啊 我们看到2018年水稻产量 占全国的百分比 南方地区主要的省区 占了77.8% 通过数据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 南方地区的水稻产量 是不是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吧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 主要省区他们各自的产量和百分比啊 先读横重坐标 然后读图历 最后读图上的内容啊 横坐标是南方地区主要的省级行政区 重坐标呢 一个是水稻的产量 一个是水稻产量在全国的占比啊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南方地区中 是不是湖南江西湖北江苏对吧 安徽四川啊 广东广西这些地方 它的产量相对比较高 对不对 嗯 所以啊 有这样的说法 湖广熟天下足 可见南方地区 它的水稻产量啊 在全国而言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啊 嗯 除此以外 南方地区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投入啊 袁隆平院士他带领的团队 在南方地区试验田中 它的水稻产产又创了新高 非常的好啊 这个是不是又说明呢 我们国家一直走的科技强龙之路 对吧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除了水稻以外 南方地区还有其他的丰富多样的农产品 以及他们的大概分布啊 老师给大家找了一些图片 同学们可以对着图片来试一试 找一找 认一认啊 看一看 嗯 大家先看到啊 香蕉 香蕉 是不是主要位于南方地区偏南一些 以热带地区为主 对吧 除了香蕉以外啊 芒果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菠萝啊 甘蔗 嗯 所以啊 老师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香蕉 菠萝 芒果 甘蔗啊 它们都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啊 主要分布在水回归县以南的热带地区 那还有柑橘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地区 对吧 它是特别典型的亚热带水果 除了柑橘以外 还有柚子啊 等等 嗯 那大家再看到油菜 在南方地区的分布相对比较广泛啊 面积比较大 它的菜籽啊 是可以榨油的 所以在南方地区有些地方 菜籽油特别普遍啊 还有棉花的生产啊 棉花在南方地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 在上学期大家学农业的时候 学习过我们国家的三大棉区 对吧 长江流域的棉区 黄河流域的棉区和新疆的棉区 对吧 嗯 在长江流域啊 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就是 南方的茶特别有名啊 茶叶 大家能看到啊 它分布的面积也比较广 主要是在东南丘陵上面 对吧 这个是油茶 大家也能发现啊 油茶的分布在东南地区比较典型啊 那下一个是油铜 油铜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地区 它可以制作铜油 嗯 还有七树 大家看到七树啊 嗯 还有毛族啊 毛族在东南丘陵地区也比较常见 还有橡胶和张树 橡胶和张树 在热带地区相对多一些啊 其中张树以台湾省啊 最为典型 好 我们看完了主要的农作物及其分布 老师相信啊 在同学们的脑牌里都有了这样一个概念 农作物的分布是不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系 对不对 比如说 茶叶主要分布在丘陵地区 对吧 嗯 而海南岛和热带地区呢 是不是 橡胶比较多一些 对吧 热带的水果 嗯 像香蕉啊 菠萝啊 芒果等等 他们是不是也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 对吧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农作物的分布是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的 对吧 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对应图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东南丘陵和海南岛 帮竹笋 椰子和莲藕找一找他们的家 我们来看一看啊 竹笋是不是它喜欢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区 对吧 嗯 同学们想到了 东南丘陵吧 椰子呢 在热带滨海地区 是不是想到海南岛了 对吧 莲藕要在 胡塘的浅滩淤泥中 在哪河湖众多呀 是不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啊 对吧 嗯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又快又好的找到你们的答案啊 这个说明了自然环境啊 对农业会产生影响 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啊 还影响了人们的饮食 也就是人们的生活啊 嗯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啊 嗯 通过啊 这节课的学习 同学们知道啊 南方 种类繁多的农作物都会受到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对吧 那比如说 一个小节 我们这节课主要学习的是南方地区的农业 主要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的角度啊 进行分析 而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呢 一共有五大要素 对不对 通过这节课的分析 老师相信同学们能发现地形和气候这两个因素啊 起着主导的作用 而且这五大要素是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 对吧 最后我们的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 这些啊 都体现了我们区域分析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好 关于南方地区的农业 我们就学习完了 请同学们课后思考 南方地区和前面学过的北方地区 他们在自然环境 比如说地形 土壤 气候类型 他的水文条件 植被等等这些方面 有什么差异 包括他们的农业生产啊 有哪些差异等等等等啊 大家可以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比较分析 加深大家的理解 最后请同学们完成课后练习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走进地理课堂 这节课我们将进行 与你之乡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学习 人们常用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来赞美长江三角洲 这块富庶之地 这里和湖众多 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产区 这里也是我国重要的稻米产区 被称为鱼米之乡 在这里我们可以泛洲河湖欣赏水乡美景 那么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哪里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美景呢 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地区来寻找答案 认识一个区域 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区域的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想到了 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对吧 从范围上看 长江三角洲地区 主要包括上海市的全部 江苏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 从地理位置上看 它主要位于长江的下游地区 东陵黄海和东海 一处江海交汇之地 对吧 这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一个端点 而且它还在南北海岸线的中段 该地区沿江沿海港口众多 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读图说出 长江三角洲地区 定理位置的优越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 它位于长江的下游地区 它对内可以依托长江 这个黄金水道 干支流发达的水运 来沟通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联系 同时呢 它又是我国南北海上航运的中枢 对吧 还可以对外通过远洋航运 通往世界各地 在历史上啊 金航运河也沟通了长江三角洲 和北方地区的经济联系 嗯 如果把长江比作舰 把东部沿海地区比作公 那么长江三角洲地区就位于舰头的位置 对吧 嗯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江海之力 为长江三角洲的地区发展提供了 优越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条件优越 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这里稻米产量高 河湖密布 适合多种淡水鱼类生活 被称为榆米之乡 浙江江苏两省的太湖平原 是全国最大的丧残养殖基地 也是全国著名的丝绸之府 这里还有世界独一无二的舵田农业系统 江苏兴化市的千岛油菜花景区 河有万湾多碧水 田无一舵布黄花的舵田景观 享誉全球 这个地方还盛产棉花 养殖业也比较发达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读图 说出长江三角洲地区 被称为榆米之乡的优势自然条件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形 以平原为主 地势低平 便于农耕 对吧 从气候上看 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 雨热蓬漆 水热充足 利于农业生产 土壤肥沃 对吧 这里是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之一 同时呢 这里河湖众多 水资源丰富 又是我国淡水鱼的主要产区 自古以来呢 被称为榆米之乡 好 自然条件我们分析完了 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 根据科店里的材料 和前面的学习内容 思考长江三角洲地区 发展农业的优势社会经济条件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之前 关于地理位置优越性的分析 以及前面的学习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知道 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发达 对吧 嗯 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学期 学过的人口分布图 长江三角洲地区 人口稠密 对吧 那人口稠密 意味着什么呢 嗯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想到了 意味着 劳动力通足 对吧 非常好啊 那还意味着什么呢 嗯 人是需要生存的 对吧 所以还意味着市场广阔 对不对 同时呢 发达的交通也有利于开拓国内外市场啊 那我们再看一看文字 大家看到第一段文字啊 农民的利益要和上海的改革开放一起水涨船高 第二个 在无锡制定了一系列的资农汇农政策 推进现代高效农业的规模化进程 这些是不是说明了政策支持 对吧 嗯 下面两段文字和图片啊 我们能看到 建了现代农业园区 还有水稻示范区 对吧 还可以看到用飞机 喷湿生物液态有机肥 这些是不是说明 科技水平高 对吧 嗯 除此以外啊 还有比如说 该地的农业生产 历史悠久 经验丰富 等等等等啊 所以啊 正是因为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和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嗯 通过前面的学习 同学们都发现了 河流对长江三角洲地区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发展农业的优势条件都有着很大的贡献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读图思考 河流对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平原 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谈影响 一定是有利有弊 对吧 我们先看看有利的条件 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 长江可以提供工农业水源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江阔水深 所以能提供便利的水平 能提供生活用水等等等等啊 那对于成都平原而言呢 能提供工农业的水源 还能提供水能发电 还有呢 生活用水 还有带来了肥沃的土壤 对吧 那有利条件 我们说完了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一般情况下 水能发电 我们在哪里 是不是在河流的上游河段比较多 对吧 那水运呢 是不是在它的中下游河段呢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讨论河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的时候 需要分段描述 对吧 对两个地区而言 不利的条件有洪涝灾害 还有在利用水资源的时候 存在水污染的问题 那接下来 请同学们讲一下 针对长江下游和上游地区 河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 好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很快的找到答案 在长江的上游地区 河流主要提供水源 对吧 同时呢 它还可以提供水能发电 对吧 在长江的下游地区呢 河流的主要优势在于提供便利的航运条件 有利于区域的交通发展和对外联系 所以啊 我们在进行实际分析的时候 第一要学会分段描述 第二个要针对各河段的特征 进行分析 长江是这样 其他的河流也是同样的思路和方法 在这里 老师也想跟同学们强调一下 河流给人类的区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正如水能载舟 亦能富舟所说 河流有时候啊 也会发脾气 产生洪涝灾害等问题 所以 人类在利用河流发展区域经济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科学的规划 因地制宜的进行合理的开发 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的目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一个活动 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 请同学们读图文资料 来一起认识一下 民江对成都平原发展的影响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民江对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的有利的方面 从文字材料上 我们能获取到灌溉水源 对吧 非常好啊 所以啊 有利的条件是提供灌溉水源 不利的条件呢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关注到了水患 对吧 也就是说水量不稳定 亦造成汗漏灾害 再说第二个问题啊 苏江燕对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的作用 他有效的控制了民江进入成都平原的灌溉水量 对吧 嗯 为成都平原的发展提供了稳定且便利的水源 同时呢 又免受汗漏灾害的影响啊 老师相信啊 大部分同学都能找到正确答案 在这里 老师还想跟大家提一下 读文字材料的时候 同学们要学会拿笔画重点的关键词 养成能快速获取文字材料中有效的信息的习惯啊 那我们再说一下都江燕 都江燕是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风景临盛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称号 都江燕工程是一个级防洪灌溉塘域 与一体的综合性的水利工程 老师找了一段视频和同学们一起分享 公元前316年 勤灭蜀国 但由于当地水患不断 急需震水 因此李丁被任命为蜀骏骏手 他花费数年时间 终于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无霸饮水工程 都江燕 都江燕根治了成都平原的水患 是这里发展成天赋之国的重要基础 它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与它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 都江燕市递跨了成都平原 与川西高原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 发源于川西高原的明江流出崇山峻岭 进入平原的出山口 就在都江燕境内 从川西北雪山中发源的明江 在经过高山峡谷后 汇城极流 于是李丁顺势而为 在修建水利工程时 把工程悬址定在明江的出山口 在明江出山一时 水利工程就紧紧扼住了它的咽喉 并利用地势高差灌溉成都平原 实现了水汉从人的理想 都江燕水利工程的主体部分 是由三大部分组成 分别是鱼嘴分水滴 飞沙燕泄洪道 宝瓶口淫水口 鱼嘴就是这条 形如大鱼的分水滴 古人在鱼嘴处 把民江分为内外两江 并且利用地形 实现了不同季节 江水自动分流的功能 解决了枯水期的用水 和洪水期的防涝 飞沙燕 兼具泄洪排沙 和调节水量的功能 它的巧妙之处 在于利用了弧形水道 形成的离心力 将民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和石块 冲入外江 经过飞沙燕调节过滤的江水 干净平稳 适合灌溉 宝均口 就是这道狭窄的通道 内江水经过飞沙燕的过滤 便进入了宝均口 当年 礼兵带领当地百姓 凿开玉垒山 形成了这条 内江进水的咽喉要道 并以这里为起点 开启了成都平原 秘如之网的灌溉水系 独江燕工程 被誉为独奇千古的震川之宝 是全世界至今为止 年代最久 唯一留存 以无霸饮水为特征的 宏纳的水利工程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效益 感谢礼兵父子 为成都所做的贡献 清代诗人山春写过一首 惯阳逐之词赞扬都江燕 都江燕水过西川 人道开始涌岸边 喜看 骂茶 评测醋 欢声雷动 说耕田 好 最后对本节课的内容 进行一个小节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位置与范围 并评价了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第二个方面 我们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 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原因 在分析中 同学们也发现了 当地农业的布局 也是因地质疑发展的结果 最后呢 我们结合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分析了河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在学习的过程中 不断地渗透了区域分析的方法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用同学们完成课后作业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走进地理课堂 这节课我们将继续进行鱼米之乡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学习 首先请同学们看到一张图片 上海外高桥码头的景观 同学们 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老师相信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 这里有很多集装箱 而且能感受到它的繁忙 对吧 嗯 没错啊 上海港连集装箱的吞吐量 从最初的万鱼箱到全球第一 屡创辉煌 而且是连续九年位居世界第一 那它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看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分布图 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 是我国城市分布最密集 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综合报告中显示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群 已经基深于六大世界级城市群的行列 他们也是我国最大的城市群 我们读图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地区的城市啊 核心城市是上海 还有南京 扬州 苏州 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 同时呢 还有众多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 他们一起啊 组成了我们国家最大的城市群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核心城市上海 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也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 位于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 长江陆海处 是我国最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有中国的商业橱窗之称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上海的人口 上海的人口从2009年至今 一直在稳步上升 对吧 截至2018年年末 上海市的人口达到了1462.38万人 人口的持续增长 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上海的发展 对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浦东新区 它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工业的基地 拥有外高桥保税区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金桥出口加工区和江江高科技园区等 四个国家级重点开发区 未来浦东新区还将进一步 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看2019年上半年城市的GDP的前20名 毫无疑问排在榜首的就是上海 可见上海市是中国大陆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 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读图思考 核心城市上海对长江三角洲的作用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想到了啊 上海作为领头羊 对周边甚至是全国有着非常好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吧 嗯 非常的好啊 而且啊 长江三角洲地区 作为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它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区域的发展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有哪些 首先我们看到上海和杭州 因为高速铁路的发展啊 运行时间仅为50分钟 所以呢 上海人说我们上海多了一个西湖 而杭州人说我们杭州多了一个外滩 这个就是上海和杭州之间的同城效应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欣赏一段视频来理解同城效应 曹怡这位定居苏州的无锡姑娘 早在两年前就开启了苏州上海的双城生活 每天早上8点10分 她准时离家赶往苏州园区站 8点28分和许多跨城工作的人们一起 曹怡坐上了这趟开往上海站的复兴号 每个月1800左右 1800 对 那你还会在上海里 没有啊 上海租房1800哪坐得到 你时间什么呀 那是不舒服的 每天都这么辛苦了 肯定要舒服一点 30分钟之后列车抵达上海站 再完成半小时地铁 9点35分 曹怡已经坐进了位于曹家渡的办公室 上海南空隔江相望 走苏通踏桥 两小时左右即可到达 两年后 两小时将有望继续缩短为一小时 因为就在苏通大桥上游38公里处 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正在建设中 这座互通铁路长江大桥 将使铁路线跨越长江 连接南通与上海 2020年建成通车后 南通将全面融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 长三角三小时交通圈 也因此 有人将南通列为未来长三角最具发展潜力的三线城市 他拉通了以后 你加强这个加南江北的这种人员的流动 对吧 那个这种包括大家日常的工作 非常方便 东部了这个沿海的这个铁路就全部都拉通了 通过互通铁路吧 把我们长三角 把我们珠三角 包括波海湾地区 那么整个这三个非常活跃的这个经济代 就把它领向一个整体呢 在中国高铁版图上 长三角地区运营里程最长 线路也最密集 长三角4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 已有34个开通的动车 剩余七个除州山外都有高铁在建 视频中演示的是上海到苏州之间的同城效应 除此以外 还有上海与泰昌市的同城效应 同城效应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体现了城市之间相互合作和交流的密切程度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思考 产生同城效应的首要条件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说出答案来啊 关键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 对吧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交通的发展 使得同城效应成为必然产物 也就是说区域的发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上海的一小时经济圈 大家看到啊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的交通联系表 老师选取了其中的高铁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通过读表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发现 中心城市和周围城市 他们之间高铁的最短时间 是不是都在三十分钟以内 对吧 所以说啊 现代交通的快速发展 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之间 往返的时间缩短 人们可以便利的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由往来 因此人们的交流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观的交通运输 它的一些发展变化啊 首先是陆路运输部分啊 整体而言长江三角洲地区 它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都在快速发展 公路方面的最终目标是 使上海到南京杭州 林波等长三角城市的公路行程 不超过三小时啊 还有高速铁路啊 图上我们能看到金户线和户航线 对吧 嗯 大家能看到啊 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到上海的时间 基本都控制在60分钟以内 对吧 嗯 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啊 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啊 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快速发展的背后的原因 还有各种桥税的建设 长江三角洲地区桥税的建设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最快的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一系列的大桥 加快了各地人员和物资的交流啊 从2005年开始啊 至今有多座跨海大桥横空出世啊 极大的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合作与交流 所以啊 一桥飞驾南北 天浅便通途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水路御书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因为它地处江海交汇之处 所以呢 它的水路运输也非常的发达 两省一市现有港口博位密度居世界首位 它既有发达的内核运输 也有发达的海洋运输 大家能看到 随着经济的发展 港口的建设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必要的 对吧 这里就有两个最大港联姻 一个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 宁波的舟山港 还有一个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港 上海港啊 他们二者联合起来 携手助力长江三角洲 一体化的发展啊 我们相信长江三角洲地区会越来越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航空运输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国际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 国内四大机场群旅客吞吐量图 横坐标是年份啊 重坐标是人次 很明显长江三角洲机场群 它的旅客吞吐量是不是稳居全国之首 对吧 嗯 说明它的航空运输也比较发达 比较繁忙 对吧 嗯 通过以上的分析啊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发现啊 长江三角洲地区 它的交通也是非常的发达的 对吧 交通方式多样 而且啊 它交通是朝着现代化 快速化的方向在发展 对吧 正是因为整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这个地区交通的快速发展 进而改变了这个地区人们的交流 生活和工作 对不对 嗯 非常的好啊 区域的发展会影响这个区域人类的活动啊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把目光聚焦在历史文化名城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有我国著名的古都南京杭州 还有苏州扬州等许多历史文化名城 长江三角洲地区 一共有四处啊 世界文化遗产 有南京的明孝林 有杭州的西湖 有苏州的古典园林 还有浙江的梁租古城 他们都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那我们欣赏一下啊 首先给大家演示的是杭州 杭州春有疏题春晓 夏有曲愿风和 秋有平湖秋月 冬有断桥铲雪 大家是不是发现呢 一连四季杭州都美不胜收 对吧 嗯 不仅自然风光秀丽 而且文化底蕴也深厚 是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佳园 是千百年来人们向往的人间天堂 经营了很多文人默客啊 比如说江南义 最义是杭州 再比如说玉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龙魔总相宜 嗯 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啊 可以去杭州去看看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苏州的古典园林 在长江三角洲 众多的旅游景点中 苏州的园林建筑精巧别致 文化内涵丰富 堪称我国园林艺术的典范 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有桌正园 苍浪亭 狮子林 刘园 网狮园 怡园 等等 苏州的古典园林 在世界造园史上 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以血液山水和高超的艺术手法 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 成为东方文明的造园典范 是中华园林文化的翘楚和骄傲 苏州被称为百园之城 嗯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水乡风貌啊 比较典型的有央苏的周庄和桶里 还有浙江的乌镇和西塘等等啊 周庄是一座900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 被誉为中国的第一水乡 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情 使周庄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 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乡风貌 不仅风景优美 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度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 除此以外 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有一些特色的文化 比如说它的戏曲文化 以昆曲最为典型啊 茶文化 丝绸文化和饮食文化等等啊 满足不同人群的旅游需求 是我国旅游业发达的地区之一 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 同学们能看到啊 滴湖断桥啊 还有上海的迪斯尼乐园啊 游人如知 那请同学们思考 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业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能想到一些答案 第一个啊 它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 对吧 嗯 第二个呢 它有便捷的交通 刚才我们学习过交通 对吧 第三个啊 它还有较为完整的服务设施 比如说游人 订酒店 住宿 对吧 游客的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啊 在当地都是比较完整的 而且是比较有保障的啊 所以说呢 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了我们国家旅游业特别发达的地区啊 旅游业的收入在全区的收入占比也比较高 好 最后我们进行一个小节 这节课我们首先学习了我国最大的城市群 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我们认识了主要的城市 第二我们主要学习了核心城市上海 以及它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吧 我们还学习了城市发展对生活的影响 对吧 主要讲到了同城效应 对吧 第二个大的方面 我们学习了水箱文化特色与旅游 分别从园林艺术水箱风貌和其他文化 比如戏曲 茶 丝绸 饮食等方面进行展开 最后我们还探讨了这个地区旅游业发达的原因 对吧 在学习的过程中区域分析的方法也在不断渗透 好 这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请同学们完成课后练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走进地理课堂 这节课我们将进行东方明珠香港和澳门的学习 首先呢 请同学们欣赏一段关于香港的视频 请同学们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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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视频我们看完了 老师想请同学们说一说你对香港的印象 嗯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啊 都能说出 比如说高楼林立 对吧 嗯 还有呢 是不是能看到大型的货轮 对吧 嗯 还有呢 有同学可能说的 老师 这个地方比较繁华 比较发达 对吧 嗯 从视频中我们能看到啊 高楼林立 一座座大厦拔地而起 街道狭窄 建筑物的密度非常的大 对吧 嗯 而且人口密度也比较大 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 嗯 非常好啊 在维多利亚港下看到了大型的货轮 码头上装满的集装箱 对吧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澳门的图片啊 这是澳门的大三八牌坊 澳门的妈祖庙 澳门的愚人码头 还有威尼斯人度假综合体啊 不管是香港还是澳门 我们都能看到高耸路云 民似自比的高楼群 这是不是说明了香港和澳门的人口密度大 对吧 嗯 经济比较发达啊 香港和澳门呢 号称东方明珠 是我们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我们的东方明珠 认识一个区域 首先要认识它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对吧 嗯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 对吧 嗯 同时我们再看看它们的维度位置啊 它们在北回归线以南 对吧 在北纬20度啊 到北纬23.5度之间 嗯 所以香港和澳门主要位于低纬度的热带地区 对吧 嗯 从海陆位置上看 它们南临南海对吧 位于珠江的入海口 其中香港位于东侧 离深圳比较近啊 澳门位于西侧 离珠海比较近啊 香港和澳门都与广东省相邻 对吧 嗯 香港和澳门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 接下来请同学们读图评价 香港和澳门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香港和澳门背靠广毛的祖国大陆 南进东南亚地区 而且呢 靠近国际主航线 海域位置非常的重要啊 是沟通远东各地联系澳大米亚欧洲各国 美国等国的水上要冲 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便利的海运和航空运输 它居国际贸易的有利位置啊 所以啊 咱们的这个南大门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997年的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它意味着祖国母亲的日益强盛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曲奇底色为红色 中间有白色的养子经花图案 红白两色象征香港实践一国两制 跟大家说一下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 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在台湾 香港 澳门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红色的底色啊 和国旗的颜色一样 象征香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养子经花是香港式花 代表香港啊 花中的五颗五角星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星相对应啊 1999年的12月20日 澳门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曲奇 底色是象征和平与安宁的绿色 上面会有五颗成弧形排列的五角星 象征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莲花大桥 海水 则象征澳门的自然地理特点和自然景观 寓意澳门周围是中国的领海 寄托着澳门回归祖国后 一定能保持稳定发展的美好意愿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香港和澳门的主要组成 我们按照自北向南的顺序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新界啊 九龙和香港岛这三部分 以及啊大家能看到大雨山和200多个岛屿啊 他们组成的澳门特别行政区 包括澳门半岛 荡载岛和陆环岛 这三部分组成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他们的面积和人口 请同学们根据表格里的数字啊 比一比算一算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老师相信大家的计算能力都特别棒啊 人口密度是单位面积的人口数量 对吧 用人口数量除以面积就能得到 经过计算大家能发现啊 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澳门 高达2030人每平方千米啊 排第二的是香港啊 6737人每平方千米 排第三的是北京啊 1313人每平方千米啊 大家能发现啊 尤其是澳门人口密度特别的大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地下人筹来描述 对吧 那同学们是不是想到了 那港澳地区要发展该怎么办呢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想到了 我们应该扩大城市的建设 对吧 那我们向什么方向扩大 怎么扩大呢 接下来我们以香港为例啊 来一起看一看啊 左图是香港的卫星影像图 右图是地形图 请同学们读图 说出香港城市建设用地的分布特点啊 大家注意图立啊 城市建设用地啊 建筑区 好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看出来啊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相对比较小 主要分布在沿海的平原地带 对吧 嗯 非常好啊 老师相信大家啊 都是火眼金睛啊 嗯 那接下来 请同学们思考啊 嗯 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啊 他们应该如何解决 人多地少的矛盾呢 老师相信啊 好多同学都想到了 对不对 第一个啊 我们像视频里看到的 是不是要建设高的建筑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嗯 大家能想到啊 那沿海地区 那沿海地区 是不是还可以填海造陆 对吧 嗯 非常好啊 嗯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能想到啊 香港和澳门为了克服人多地少 山地多平原少啊 可供城市发展的土地有限的这一系列限制性因素啊 他们制定的上天和下海 他们制定了上天和下海这样的城市发展政策啊 主要发挥当地的资金雄厚技术发达的优势啊 嗯 我们先看一下上天 上天也就是建设高层建筑啊 就像大家在视频里看到的 第二个是下海啊 填海造地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大家在香港和澳门能看到比山还高的居民楼啊 澳门的机场位于荡载岛的东部啊 是全球第二个我们国家第一个完全由填海造陆建成的机场啊 从最初到建成啊 就用了六年的时间啊 一座现代化的机场啊 拔地而起 屹立在了荡载岛东部的海平面上啊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澳门 请同学们读图 说出澳门陆地面积的变化特征 好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能一下子就看明白啊 是不是澳门的陆地面积在不断的增加 对吧 从1912年的11.6平方千米啊 最后增长到2018年的32.9平方千米啊 面积增加了将近两倍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有人这样说啊 说澳门是填海造陆造出来的澳门啊 无论是上天还是陆海啊 不管是香港还是澳门 他们都没有大量的砍伐植被啊 比如说香港啊 虽然土地资源非常的稀缺 但是啊 已开发的土地面积不足四分之一 在已开发的土地中还保留有大片的绿地 那请同学们啊 针对这种现象说说你的看法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想到了 生态用地和环境保护 对吧 嗯 接下来呢 我们以香港为例啊 来看一看 香港也是非常的熟悉 那据您的观察 香港城市化对内地城镇化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香港虽然它这个人口非常的密集 有700多万的人口 但是啊 在这里面这700多万人口 只利用了香港24%的土地 也就是说在香港有70%多的这个面积呢 是被保有的是一种林地啊 这种这种草地啊 或者这种公园啊 这种非常原湿地啊 这种原生的状态 那么使整个的这个香港人呢 是生活在一种完全的绿色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这个对绿地的维护 对绿地的保障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城市将来这个发展 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一个指标 另外一个指标呢 当然就是整个对香港的 我觉得这个国内的城市现在比较稀缺的 就是如何培养啊 市民的这种市民的素质 或者说市民的意识啊 比如说这种公众秩序的这种维护 比如说在公共场所不能抽烟啊 不能随地吐痰啊 说话不能大声啊 等等之类 这些呢也是其实是城市市民呢 在城市中居种的时候 应该拥有的一个市民的一个意识和市民的一个美德 通过刚才视频的观看啊 是不是香港地区 他们并没有大量的砍伐植被去占有绿地 对吧 不管是上天还是入海啊 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啊 他们自己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 他们做到了高密度的人口 发达的经济和高质量的自然环境和谐共存 上天和下海这两种方式啊有效的缓解了香港建设用地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对我们内地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示范和启发作用 最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小节 这节课我们首先学习了香港和澳门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评价了他们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第二个呢他们是我们国家的神圣民土啊 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后我们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啊 接下来我们学习了香港和澳门的组成面积和人口 我们发现地下人仇对吧 嗯怎么解决了上天和下海 嗯最后呢我们还学习了啊 生态用地和环境保护啊 一定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也就是人地协调发展啊 整个区域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啊 也就形成了 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请同学们完成课后作业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走进地理课堂 这节课我们将继续进行东方明珠香港和澳门的学习 2020年蜀联春晚的分会场之一就是粤港澳大湾区 取景地是港珠澳大桥的白海豚岛 分会场融合了大湾区人文精神和文化特色 展示大湾区发展成果 呈现流光溢彩的湾区城市群 描统出粤港澳三地共赢新春大湾区同创未来的盛世图景 充分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美好前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和澳门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请同学们读文字材料 说出香港的产业构成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老师想跟同学们强调一下 读文字材料的技巧 同学们一定要学会 画出关键词 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在文字中的红色的字 是老师画的关键词 同学们可以对照看看 你们是不是也找到了 通过这些关键词 维多利亚港 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政策 购物者的天堂 东方明珠 金融中心 服务业总产值 占本地总产值的93% 对吧 所以说香港的产业构成 是不是以服务业为主 对吧 嗯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阅读材料 说出澳门的产业构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找到了博彩业 旅游业 对吧 嗯 所以说澳门的产业构成 依然是以服务业为主啊 尤其是博彩业和旅游业 嗯 发展得非常好啊 老师给大家找了三张图片啊 其中大三八排放和澳门塔 是澳门旅游业的地标性代表啊 嗯 新普京酒店是博彩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节 香港和澳门重点发展的都是服务业 香港呢 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澳门呢 以博彩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联系 香港和澳门啊 地域相对狭小啊 即使已经上天下海 但是他未来的发展空间呢 相对有限 对吧 再加上他的自然资源匮乏 嗯 接下来呢 嗯 我们以香港为例啊 进行一个分析 请同学们完成读图填空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同学们通过读图 是不是能发现香港它的优势是资金信息技术 还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对吧 那内地地区呢 内地地区有厂房能源 众多的廉价劳动力 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消费品 还有水资源等自然资源 对吧 嗯 通过福的读取啊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完成填空啊 内地向香港输入生活消费品 原料 廉价的劳动力等 那香港向内地输入资金技术 人才和管理经验等 对吧 那香港和内地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合作 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 对不对 嗯 在这里 老师还想强调一下啊 区域和区域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 有一种情况就是 区域和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 对不对 就像祖国的内地和香港 他们之间存在差异一样 对吧 所以他们进行了联系 形成了一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 嗯 非常好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 祖国内地与香港经济联系的模式啊 请同学们 阅读下面的资料 说说在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中 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各提供了哪些优势条件 这种合作模式对双方各有什么好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珠江三角洲地区 它的优势是土地 自然资源 还有廉价的丰富的劳动力 对吧 嗯 那它依托它的优势 是不是可以建厂 对不对 嗯 进行产品的加工 制造和装配 对吧 嗯 也就是进行生产 对吧 嗯 那港澳地区呢 它们的优势是资金 技术 管理和贸易 对吧 它们依托自身的优势 可以扮演电的角色 承担海外订单 样品制造 新产品 新工艺开发 原材料 原器件的供应 等等啊 它们解决的是营销的问题 对吧 嗯 二者合作形成的模式 就是前电后厂模式啊 电是港澳地区 厂是珠江三角洲 对吧 嗯 这种模式是改革开放 初期的一种合作模式 后来啊 随着经济的发展呢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啊 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阅读下面的图文资料 说说 目前广东省和香港的合作模式 与前电后厂的合作模式 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前电后厂的合作模式 主要生产的是服装玩具和日用品等 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大的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还伴随着环境污染的问题 对吧 嗯 广东省和香港的新的合作模式呢 主要的变化是提升了两地的生产水平 广东省逐渐成为建设现代化服务业和世界先进制造业的基地 其中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物流 金融保险 信息服务 商务发展 文化创意和服务外包等等 世界先进制造业以节能环保为特色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新能源 动漫和海洋等产业啊 比较而言呢 是不是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言 它之前承担的是技术含量和利润相对较低的 压工制造业对吧 而在新的合作模式中呢 它是不是承担了一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 对吧 也就是说 在他们新的模式中 随着祖国内地土地劳动力价格的提升 我们的产业进行了升级 对吧 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 2018年 中国香港对外出口产品 与对内出口产品的一个对比表啊 大家能发现排在前三名的是机电产品 贵金属级制品 光学 钟表和医疗设备啊 这些与之前的劳动力投入比较高的服装玩具等比较而言 是不是意味着 是不是意味着产业结构 老师相信同学们 老师相信同学们第一眼啊 第一眼啊都能看出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祖国内地都是香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而且啊香港对祖国内地的进口和出口的它的贸易额都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对吧 嗯 这说明啊香港和祖国内地啊是血脉相连的 我们强大的祖国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对吧 嗯 在地理位置上啊距离最近的广东省 它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联系啊越来越密切 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的交通运输 在这个地方也是表现的特别的突出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港珠澳大桥 我们一起来看港珠澳大桥 我们一起来看港珠澳大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相信通过刚才视频的观看 同学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和自豪感 是不是油然而生对吧 港珠澳大桥作为连接越港澳三地的跨境大通道 将在越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它能极大的缩短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的时空距离 被业界称为桥梁的珠木囊马峰 港珠澳大桥是国家工程、国之重器 它的建设创下了多项世界之坠 非常的了不起 体现了中国的综合活力 自主创新能力 体现了永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 这是一座圆梦桥、童心桥、自信桥和复兴桥 希望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香港、澳门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它们之间的互惠互利和合作共鸣 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 印发了越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纲要 按照纲要,越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 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还要打造成移居、移业、移游的优质生活圈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大湾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 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越港澳大湾区 今天,所谓的河区域的河区域 are among those most economically active in the world 在现时,70%的 global industrial capital and personnel are located in these bay areas Xi Jinping's report to the 19th CPZ National Congress 提供与港澳大湾区域的河区域 提供与港澳大湾区域的河区域 将为重链区域的河区域 一共四的电子�uel是发展于东官。 专 Lyndon desenvolupали灌产工智和神经。 两个新的三家的公民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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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 Ranvan的共挥向中国和 Makale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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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的大海大陸的五千公里的大海角是一个座街 为年轻人的作为 其他人的作用 Victor Loh, Feng Leong and Mandy Tam from Hong Kong 是一个养成的这个年代的1990年 产生的作品,一个商品的航空艺船的航空艺船 是居在江湖 在秋天的2017年 这款作品将了$12美元香港的投入 并将在2012月18日进行行业务 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两个人 三个人一起工作 你就不会害怕 The economic aggregate of the Pearl River Greater Bay Area has surpassed that of San Francisco and approached that of New York Its port container throughput is 4.5 times the total of the world's three leading bay areas and an annual increase of over 7% in economic activity has been maintained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Greater Bay Area is embracing a new era and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work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和重要的增长级 我们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越来越好 最后我们进行本课的小节 这节课我们首先学习了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定位 对 然后我们学习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 对吧 最初的经济联系模式是前变后场 后来呢 出现了新的合作模式 对吧 一个是粤港合作新模式 还有一个就是粤港澳一体化 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和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相信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在整节课的学习中 区域分析的方法也在不断渗透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请同学们完成课后作业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走进地理课堂 这节课我们将进行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的学习 有同学可能去过台湾了 对吧 嗯 老师给大家演示的图片是 台湾台北101大厦下的华美夜景图 没去过的同学也没关系啊 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台湾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 通过刚才的视频 我们看到了高楼林立的繁荣发达的台湾 我们也看到了风景秀美的台湾 我们还看到了互产丰富的台湾 对吧 这节课让我们一起走进台湾省 不读他的风采 老师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香愁 于光宗先生写到的 香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这一诗句 抒发了台湾同胞 对大陆浓浓的思念 台湾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台湾在我国史书记载中 曾称宜州 明代史称台湾 1885年 清政府正式设台湾省建制 1624年 台湾被荷兰侵略者侵占 1662年 郑成功率兵赶走荷兰侵略者 收复台湾 1895年 台湾被日本侵占 直到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 才回归祖国 约在几百万年以前 由于部分陆地下沉 海水进入 形成了台湾海峡 台湾岛才与大陆分离 成为岛屿 这段文字材料 说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地缘关系 我们是同路 目前台湾省的居民中 汉族约占97% 他们主要是明清以来 从广东福建两省 千居台湾的居民的后代 这段文字材料说明海峡两岸的人民的血缘关系 我们是同宗 台湾和福建等省许多居民都共同尊奉妈祖 都喜欢喝功夫茶 同讲闽方言 这段文字材料说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我们是同文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看一看 两岸的文化 台湾省人民的春节 大家能看到 武师的表演 练毛笔子 洗武术 共奉妈祖 这些我们大陆是不是也都有 对不对 这说明我们两岸的文化是一脉相成的 尽早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团团和圆圆 这两只大熊猫2008年从大陆赴台 他们就是我们两岸交流的使者 在2013年的7月6日 团团和圆圆的爱情的结晶 圆载成功诞生 现在已经六岁八个多月了 特别的可爱 也希望他们一家能健康快乐 他们的家族逐渐庞大下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台湾省 认识一个区域 首先要认识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对吧 嗯 台湾省 台湾省位于中国的东南部 主要有台湾岛 从维度范围上看 从维度范围上看啊 主要在北纬22度到北纬25度之间 有一条重要的纬线啊 北回归线 对吧 嗯 北纬23.5度啊 穿过了台湾岛的中南部 台湾岛北陵东海 东陵太平洋 南陵南海 西格台湾海峡 与我们国家的福建省啊 福建省隔海相望 台湾岛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 老师想提醒一下同学们啊 在描述的时候 按照一定的方向依次进行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思考 台湾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台湾岛是我们国家 东南的海上门户 对外的交通运输特别的发达 第二个 台湾还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海防屏障啊 在军事上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所以呢 不管是台湾岛还是钓鱼岛 还是澎湖列岛啊 等等等等这些岛屿 都是咱们国家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 接下来呢 我们以台湾岛为例 来学习台湾省的自然地理环境啊 请同学们读图描述台湾岛的地形特征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台湾岛的地形类型 以山地和平原为主啊 其中东北西南走向的台湾山脉 纵贯南北 整体而言山地面积大 约占全岛的三分之二啊 山地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啊 平原面积相对少一些啊 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台湾是世界上少有的热带高山之岛 除西海岸一带为平原外 其余占全岛三分之二的地区 都是高山峻岭 号称台湾污脊啊 尤其是台湾山脉 主峰玉山 海拔3952米啊 还有阿里山啊 风景特别秀美啊 游客人数特别的多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台湾岛的气候啊 老师相信同学们通过读图都能很快的看出来啊 台湾岛的气候类型是热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 其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面积较大 分布在台湾岛的北部 热带季风气候面积较小 分布在台湾岛的南部啊 尤其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对吧 嗯 同时呢 整个台湾岛下秋季节多暴雨和台风 那请同学们继续思考 如果用干湿冷热来形容台湾省的气候的话 同学们会选择哪两个字呢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能选出湿和热对吧 嗯 亚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 海岛对不对 湿和热啊 非常的好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深入认识台湾岛的气候特征 请同学们读图 说出台湾岛气温分布的影响因素 说出降水的分布规律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首先是气温 大家能看到啊 在台湾的中部和东部 等温线是一系列的闭合的局限 对吧 而且啊 等温线的数值是从外往里啊 越来越低的 最中间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低温中心 对吧 嗯 再结合前面刚学习的地形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能说出 它的分布主要是受到地形的影响 对吧 嗯 非常的好啊 那降水的分布规律呢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也能看出来 是不是整体而言 东部比较多 对吧 西部比较少 那如果老师还想追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东部多一些 西部少一些呢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想到了啊 是不是东部地区主要位于我们国家夏季风 也就是东南季风的迎风坡 对吧 嗯 非常的好啊 同学们也能看到 整个台湾岛年降水量最大的是火烧辽 在6000毫米以上 对吧 嗯 非常的大 嗯 号称我们国家的雨季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台湾岛的河流特征 请同学们读图从河流的流向流程长短 水量和速度等方面归纳台湾岛的河流特征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首先看到河流的流向 大家看到啊 是不是大致都是自中心向四周流入海洋 对吧 嗯 非常好啊 那流程呢 相对是不是比较短 对吧 水量啊 大家结合年降水量数据啊 水量应该相对较大 对吧 那速度呢 嗯 有同学看到了玉山啊 这个地势的起伏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而且河流流程又比较短 所以水流速度应该比较快 对吧 好 老师想问一下大家了 水量大 水流速度快 意味着什么呢 嗯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都能说出来 是不是意味着水能丰富 对不对 嗯 非常的好啊 这个也就说明了地形和气候 它影响着河流 对吧 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的五大要素啊 它们之间也是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啊 在认识完河流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植被情况 请同学们读图思考台湾山脉南段植被丰富的影响因素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第一个大家看到是在垂直方向的地变 对不对 那在垂直方向上植被丰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地形 对不对 地势的起伏比较大 对吧 嗯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适宜的气候啊 因为地形和适宜的气候 所以在台湾山脉的南段 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 其中张树是台湾最著名的树种 张树的生长习性是洗温暖 怕寒冷啊 大家对照台湾的气候特征 是不是非常适合张树的生长 对吧 嗯 那张树能干什么呢 同学们可能见过张老丸 在台湾张老的产量啊 居世界的首位 第二个比较典型的植被是红桂 红桂又称为神木啊 已经兵民绝种了 那这是因为台湾的自然地理环境啊 所以台湾的物产特别的丰富啊 它是我们国家美丽富饶的宝岛啊 台湾比较有名的小吃啊 科宰间 从小吃上面 老师相信啊 同学们想到了背后的原因 是不是海岛海洋渔业资源比较丰富 对吧 嗯 还有很多典型的热带水果啊 还有茶叶啊 这些只是老师列举的一部分啊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 台湾岛是祖国东南海上的明珠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美丽富饶的宝岛 先读图例啊 大家看到 煤石油天然气铁铜猛 这个说明台湾有什么资源呀 嗯 老师相信同学们想到了啊 那水稻啊 热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啊 水稻是洗湿洗热的 是不是特别适合水稻的生长啊 然后大家看到甘蔗啊 甘蔗啊 糖料作物啊 香蕉 菠萝啊 热带水果啊 还有茶叶啊 还有茂密的森林 大家看一下 森林的分布面积啊 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主要是分布在台湾 面积相对比较大的山地地区 对吧 嗯 台湾这座美丽富饶的宝岛 有着诸多的美称啊 它因为森林资源丰富啊 被称为植物王国 因为盛产水稻被称为海上米苍 因为盛产甘蔗又被称为东方田岛 同时呢 因为盛产各种各样的水果啊 又被称为水果之香 还有台湾的兰花啊 有两千多个品种 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 所以呢 又被称为兰花之香 台湾有矿产资源 对吧 嗯 作为海岛 台湾还有水产资源 同时呢 它还是我们国家的东南盐库啊 出产的海盐也久负盛名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为什么台湾岛有那么多的美称呢 嗯 老师相信啊 很多同学都想到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是还要从台湾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来考虑 对吧 嗯 非常的好啊 那首先 因为台湾它主要位于低纬度啊 它四面领海 所以它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对吧 第二个呢 它主要是热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啊 纬度位置啊 海陆位置 加上气候啊 我们是不是能发现台湾岛热量充足降水丰沛对吧 所以它盛产水到瓜果兰花等等啊 被称为海上米仓东方田岛水果之乡和兰花之乡 对吧 嗯 那我们继继续往下啊 台湾岛 位于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对不对 所以它有多种多样的矿产资源啊 结合它多山的地形 加上它适宜的气候啊 所以台湾岛的森林资源特别丰富啊 被称为植物王国 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啊 再加上气候的影响啊 河流的水量大 水流急 所以呢 它的水能资源又特别的丰富啊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 同学们是不是也发现了 台湾岛是我们国家美丽富饶的宝岛 对不对 嗯 非常的好啊 那最后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小节 这节课我们首先学习了 台湾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神圣的领土 接下来我们认识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分析了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对吧 然后我们学习了它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最后呢 我们分析了美丽富饶的宝岛 它的诸多美称 以及它的形成原因 对吧 在学习的过程中 同学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发现 第一个 自然地理环境的五大要素 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 对吧 第二个事情啊 诸多的美称 是不是和台湾岛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对吧 嗯 这些啊 就是我们区域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请同学们完成课后作业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走进地理课堂 这节课 我们将继续进行 祖国的神圣民土 台湾省的学习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同学们都知道了 我们的台湾岛 它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宝岛 它有着诸多的美称 对吧 嗯 作为一个美丽的宝岛 台湾岛上的风景名胜 不胜美景 比如日月潭 它是台湾风景的代名词 四周群山环抱 虫卵结账 潭水一波晶莹 湖面辽阔 群峰倒映湖中 优美如画 形成了青山庸碧水 明潭暴绿珠的美丽景观 还有野柳地质公园 位于台湾岛东北海岸 这里的岩石 经过海浪长期侵蚀 形成各种奇特的形状 比如壮世龙抬头的龙头石 还有女王头像 它是台湾旅游业的一张名片 由于它的颈子修长 脸部线条优美 神态像极了 昂首静坐的尊贵女王 已经成为野柳地质公园 最具代表性的异形景观 除此以外 还有阿里山五骑 日出银海 晚霞 高山铁路和森林 阿里山的美非常壮观 每当日出时分 万道光芒 洒落一地 加上山谷间形成的云海 层层云雾波浪起伏 掩盖附近的山峰 犹如小岛自浩瀚大海中 露出未为奇观 阿里山的铁路 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是世界仅存的 三条高山铁路之一 搭乘火车 途经热暖温寒 各种迥异的景致 犹如置身自然博物馆 还有浊水溪 游客沿着浊水溪 树源而上 东侧是威俄的 一山山脉 西侧是雄伟的阿里山脉 中间纵深的河谷 风景十分引人入圣 还有舒巴公路的清水断崖 号称世界第二大断崖 形如翘绝壁万丈 脚下白浪滔天 形势甚为险峻 还有大屯火山群 它是台湾火山地形 保存最完整的地区 它向一部地质百科全书 记录了台湾数百万年来 大自然的沧桑 变迁 在大屯火山群 金山断层上 还有台湾最著名的温泉乡 同时台湾还多地震 请同学们思考 台湾多火山地震的原因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想到了 因为它位于太平洋板块 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 对吧 地窍运动活跃 多火山和地震 还有台北的地标性建筑 101大楼高509米 及购物美食观光和金融 与一体 它还拥有世界最快速的电梯 被列为吉尼斯世界记录 从五层直达89楼观景台 已趋37秒 在春节期间 101大楼 还有超大型的烟火秀 场面非常的壮观 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 里面藏有很多的中华艺术宝藏 拥有中华文化宝库的美名 是来台湾旅游的必访之地 比较典型的展品有翡翠白菜和东坡肉 在台南 在台南还有一些庙宝宝 比如孔子庙为全台湾省最早的文庙 清代初期一度是全台湾同生入学的场所 孔庙建筑庄严宏伟 气氛树木 格局完整 列属国家一级古地 还有为纪念民族英雄 正成功修建的雕像 台湾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高山族 高山族农业生产 以水稻种植为主 以渔猎生产为辅 高山族的传统服饰 色彩鲜艳 以红黄黑三种颜色为主 女子有短衣长裙 围裙西裤等 除服装外还有许多的饰物 非常的漂亮啊 高山族还有丰收节 咱们在上学期学到过对吧 在每年农历的七八月秋收季节 台湾原住民 身着民族服装 集在一起 再歌再舞啊 感恩丰收 同学们是不是再次发现了 台湾岛是美丽的宝岛 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对吧 嗯 有可能啊 有的同学开始计划 要去台湾旅行呢 甚至有的同学开始羡慕 生活在台湾的人们呢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深入的看一看 台湾岛的人口与分布 请同学们读图 说出台湾岛人口分布特点 并分析原因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台湾岛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 对吧 中部和东部的人口相对比较少 总体而言 是不是西密东苏 对吧 嗯 那什么原因形成的吗 老师相信啊 首当其冲的同学们会想到 老师是因为地形的原因 台湾岛的西部 它的地形以平原为主 对吧 相对比较平坦 有利于发展农业及城市的建设 嗯 同时啊 因为西部地区民台湾海峡 距福建省和广东省比较近 那早期在历史上 福建省和广东省的移民 到达西部地区啊 比较早 发展经济的历史啊 相对比较悠久 同时呢 西部地区啊 我们能看到啊 交通发达 对吧 大家能看到啊 有机场啊 有公路 有铁路 对吧 嗯 交通方式多样 嗯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所以台湾的人口分布特点是 西密东书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 动动脑筋 帮台湾出出主意啊 通过之前的学习 我们知道 台湾有种类丰富的矿产 对吧 它还有丰富的农产品和森林资源 而且它有着诸多的美称 对不对 同时呢 它还有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有优良的港口等等啊 那请同学们想一想 台湾应该如何因地制宜的发展经济呢 老师相信啊 很多同学都想到了啊 台湾可以考虑依托自身的优势啊 发展外向型经济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读图填表 这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测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台湾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 它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台湾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 它的经济以农业和农产品的加工为主 主要出口蔗糖水果 稻米和粘朗 所以它出口的是初级产品啊 发展的是原料密集型的产业 在二十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 台湾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 主要出口纺织服饰 玩具和日用电子消费品等 普通工业产品啊 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呢 台湾发展的是高新技术产业 主要出口软件 精源 集成电路板等高附加值的产品 发展的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纵向的比较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台湾出口的产品 经济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产品附加值越来越多 劳动密的投入越来越少 通过以上的分析啊 老师相信同学们都发现了 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 出口贸易一直是台湾重要的经济命脉 那问题来了 谁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呢 我们通过数据来看一看啊 图一是2018年台湾的进口贸易情况 中国大陆占比达到29% 图二是2018年台湾的出口贸易情况 中国大陆占比高达19%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中国大陆都是台湾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也是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这说明啊 台湾和祖国大陆是血脉相连的 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祖国大陆也为台湾的繁荣 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和强有力的支持 对吧 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 台湾就有五家 他们也都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 随着经济的发展 台湾建立了一批产业园区 比如号称台湾硅谷的新竹科学园区 被认为台湾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它也是世界知名花园市商务园区和全球半导体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还有位于台北科技总栏核心区的内湖科学园区 它是台湾第一座由清工业区 蜕变成为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园区 台湾岛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城市 工业城市的分布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大部分都分布在西部地区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读图思考 台湾岛主要工业区集中分布在西部沿海的原因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和前面人口的分布有着共同的原因 台湾岛的西部 它的地形以平原为主 对吧 地势相对比较平坦 是不是利于工厂的建设和发展 还有通过之前的学习 同学们都知道 台湾岛的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对吧 所以啊 它的工业也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 所以工业的分布和资源的集中分布地区 具有一致性 西部地区啊 经济基础和农业基础相对都比较好 而且作为经济先行官的 交通也比较发达 同时呢 海运便容易与祖国大陆及其他国家联系 对吧 人口和城市啊 也都集中在西部地区 说到这里 同学们是不是想到了我们在七年级下学期 学到的日本 对吧 它也是外向型经济 它的工业也分布在沿海地区 是吧 嗯 台湾的外向型经济是出口岛向型的 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啊 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啊是资本贸易型的 最后啊我们来进行一个小结 一个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我们要考虑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对吧 同时呢 要考虑它的自然地理环境 包括它的自然资源啊 以及它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分析的过程中啊 我们会发现地理位置和范围 自然地理环境 还有社会经济条件 它们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我们在综合权衡之后啊 因地制宜的制定这个区域的发展规划 台湾是这样 日本是这样啊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的啊 这个就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请同学们完成课后作业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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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